随着现代生活的日益提高 我们的医疗环境也在改善 我们的居住环境 科技环境都在改善 但我们不能否认 在这个改善的过程当中 我们人类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这个代价之一就是 造成了精神紧张 压力 生活节奏变快了 过去就是我们日出而坐 日息而归 这个生活中已经完全改变了 很多人是在 如果要睡觉的话到半夜 11点 12点 1点 2点 你不要看这个时间的改变 好像少睡几个小时 没关系 科学证明七个小时就够了 其实不然 因为比如说我们开了灯 这个时候我们的黑色素 它就会活跃 你比如说应该从过去的话 这个冬天 五点钟六点钟 它已经没太阳了 就点了一个非常幽暗的一个美油灯 这个光线就不足以我们黑色素 这个活跃 那么这个整个一个免油功能 它就在一个休息状态 修复过程当中 而如果你可以想象 你再谈天说地 这个还在加班加点 在学习 在在娱乐 在吃饭 到11点 12点 还在不休息 你这整个过程 对身体的影响 就还是有 还是很 不是微观的 就是 而且是很 这个叫宏观的 总而言之 我们从免油角度来讲 环境来讲 遗传角度来讲 都不足以我们对一个生物中的一个影响 和这个叫平衡的破坏 所以我们中医来讲的话 就违背了就是说自然规理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首先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紧张 高度紧张 环境等等 谁对影响最大的呢 不是其他丈夫 而是我们的肝 所以你说免油科也好 这个疼痛科也好 或者其他科也好 其实跟 最主要一个关 这个中医的脏区有关的就是一个肝 不要看它肝这个阻气 阻输血 但还有一个问题 肝在解读的功能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这个肝 如果这个输肝理疾方面 受到了影响 那么它的这个气质血液就会产生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产生一系列的有毒物质 还不出体外 或者是导致这个内毒素的增加 这些内毒素增加 有毒物质难以排泄 都是一种致病因素 而且是在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情况下发生的 我们可以说一下 在这个现代社会当中 很多肿瘤的疾病 这个跟这个肝理情况 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 总而言之 在西医院 这个